时下流行这么一句话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什么样的环境会让人的价值观颠倒到觉得这句话是对的 玷污了朋友这个名称 物以类聚人与群分 一直以来也只是埋头写我的音乐 真诚地对待朋友 虽然经历过人生低潮 遇到过背叛 但是每每在身边都有那么几个 不顾自身安全 不计较利益得失 一波云天 肝胆相遭的朋友 从我那时代过来 还牢牢记住 那曾经被批判的烟飞云散的利益廉耻 在物语横流的时候 跟你们说说珍惜精神层面的境界 坚信人在做天在看 感受到有几个三观一致的好朋友 是人生中多么幸福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上